像我們這些農夫啦 就像現在 我們要頂著大太陽下工作耶 戴口罩麻煩嗎? 非常麻煩 難道你希望躺在醫院裡面 戴氧氣罩嗎? 最近啊 開始忙碌著收割這一期的新鮮蠔米 當然啊 不得已的情況下 得在外面工作 這時候啊 也需要夥伴們的幫忙 但是放心 我一定會教他們戴上口罩 而且上工的時候啊 一定要用酒精來消毒 還有 避免群聚 即便是收割水稻的工作啊 也是要保持著安全距離 不過呢 趁著休息的時間啊 跟大家聊聊 有網友留言啊 有少部分的人 外出一樣不戴口罩 還到處趴趴走 甚至 有些不戴口罩的人 還有挑釁的行為 希望我拍個影片 來宣傳 順便開導開導一下這些人 呵呵呵 我只是個農夫 我只會種田 要開導什麼啦 不過啊 我想問那些不戴口罩的人啊 難道你希望躺在醫院裡面 戴氧氣罩嗎? 而且出門在外 戴個口罩有那麼難嗎? 只是單純的叫你戴個口罩而已耶 你自己想想 像那些做工地的啦 勞工朋友啦 好像我們這些農夫啦 就像現在 我們要頂著大太陽下工作耶 在那麼炎熱的天氣下工作耶 你知道嗎? 我剛才在那邊擱田腳啊 就滿身大汗了 而且 口罩也弄濕了 難以呼吸啊 而且務農的工作是勞動的 所以在勞動的情況下我們很喘 戴個口罩 其實更喘 更加難以呼吸 當然 我們的貨車上啊 放十幾個口罩那是一定要的 因為 濕了又換 換了又濕 這個就是我們工作要面對的啊 戴口罩麻煩嗎? 非常麻煩 不過啊 再麻煩 再辛苦 再難以呼吸 總比停止呼吸好吧 所以我告訴你 我們依舊 頂著大太陽工作還是要戴著口罩 因為 賺錢優勢 死命愛過 工作固然重要 但是 性命更重要 如果你們那一些啊 出外不想戴口罩的人 不要命可以 但是你們不要去危害 想要努力活下去的人 好嗎? 因為現在疫情嚴重啊 如同打蛋一樣 如同戰爭一般啊 懂不懂不 現在我們台灣需要大量的疫苗 麻煩用過來 哦 酸如同戰爭啊 沒錯 因為每天都有人死去啊 像現在 許多的經紀 以及 醫護人員 都在每天努力的對抗疫情 所以 不戴口罩 別出門當害群之麻 好嗎? 唉 不要說我對你們不好啦 那一些不想戴口罩的人啊 我可以給你們一個忠告 一個方法 一個很棒的方法 不用戴口罩 也不會被罰錢 更不會被檢舉 什麼方法呢? 那個方法就是啊 給我好好待在家裡 跟家人保持安全距離 最好直接把自己 鎖在房間裡 哪裡都不要去 等到疫情結束 零確診的那一天再出來 好嗎? 這樣你就不用戴口罩了 OK 唉 其實我也不想戴口罩啊 我也想回到沒有疫情之前 可以自由自在呼吸著田野間新鮮的空氣啊 但是 現在 就是不行啊 我也想回到沒有疫情之前啊 可以開著車 帶著全家大獎到處逛逛逛逛啊 我也想去嘉義找農友 我更想去高雄找智友 我也想去屏東找親友 我也想去KTV唱歌 把自己當作張學友 但是以上這些有沒有辦法去做 沒有 只能待在家裡 看著電視 對著那些醫護人員說加油 現在啊 這是唯一要全力支持的事情啊 所以 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來遵守防疫上的規定 好不好 好啦 割到割得差不多了 我得去烘肝谷之後 真的 疫情就如同戰爭一般 需要靠大家團結努力才能打贏這一場勝仗 每個人在這一場戰役當中 都有他堅守的崗位 像我們農夫 就是負責 糧食供應的環節 為乖乖待在家 努力守護這個家園的人 種出新鮮蠔米 一起來對抗這一波戰役 台灣 加油 有 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